突发!高以祥参加综艺节目,发生意外猝死身亡。 11月27日凌晨,演员高以祥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突然晕倒,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,经过高强度的心脏复苏,遗憾的是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他年轻的生命。 高以祥1984年出生,原名曹志祥,台湾省台北市人,华语影视男演员、模特,毕业于卡普兰诺大学,握手此次发现意外时。 高以祥正在参加浙江卫视的追我吧,在节目的录制过程中突然发现意外,被节目组紧急送往医院,经过一系列的抢救措施,却还是没难挽回他年轻的生命。 高以祥年轻的生命最终写歌在了35岁,本该是大好的年华,却发生这样的意外,不免让人唏嘘惋惜,感叹生命的无常,猝死或许就在你的身边。